好,我們有第三隻動漫無雙 我們今天的音Game繼續講這個專題 接下來就是這個SEGA的音Game 這些家用機才有 不是,現在一家機都有 宣傳給你經常聽 你在機店不會看到SEGA 你是死人嗎 不是,會的 Project Diva會的 偶然也是會的 我們剛才會講這個Project Diva的Arcade Project Diva的Arcade 就是大家很流行說的初音機 當然不是初音的 簡稱PDA 簡單來說就是一隻PSP的遊戲 本身是放了在SEGA出的 一隻PSP的音樂Game 最後很紅的一隻遊戲 卡通了一堆V加的迷 幫他幫初音換衣服 很喜歡 這個是重點來的嗎 我以為是重點來的 這個是重點來的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玩 他們不是打歌的,他們只是存錢幫他 他只是抽衣服 有些人是看泳衣 泳褲 說我有些 即是幫凱陀換條 對呀 擺過褲 其實說真的 我都有一點點 頂不順的 其實就是抽了完抽了 你玩 略成Game 遊戲變成了 對 就是這樣 很紅的這隻Game 然後又出了街機版 亦都沿用了 其實很多PSP版的玩法 有四顆按鈕 多了一點點 可能是四顆按鈕 那些接觸 即是那些按鈕 還有一些Hold 都會有的 那就變成了現在的 Pojetiva Arcade 這個遊戲 其實它有一點進化 進化形式 因為Pojetiva 起PSP版 你知道有單Hold 它現在是可以 兩顆鍵 三顆鍵 甚至四顆鍵 可以的 嗯 這個Hold 就是街機才有機能 即是一開始 補充 其實它在Hold 街機的要求 就會沒有 街用版那麼高的要求 因為街用版 是要求你何時停的 但是你街機版 就可以不按 你不用說 一定要在那個時刻停 你可以按 打多一顆鍵 對 打多一顆鍵 你可以何時放都可以 即是你喜歡 即是你可以在Hold 到Max有一個極限 對 Hold到Max有一個極限 當然是 高手那些 才會研究 對 那它其實還有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 Sega 它做的一些遊戲 它是 即是別人的achievement 通常你100% 就已經很好 但是Sega 這遊戲 它出生的遊戲 即是好像Maymay 和Deva 都會有100% 原因在哪裏 就是Hold這個制度 因為你Hold的時候 就會得到Bonus的分數 然後到最後 如果你真的完美了 你會發現自己 突破了100% 是的 這個很有趣的地方 但是有時候 我打 我是比較鈍的人 我打到完美 是不到100%可以的 其實我也試過 不過 打到幾低 有perfect 就不敢說 因為可能會嚇到人 有時候會 因為其實是可以自己做出來的 有時候會 你打90多 perfect 可能甚至再低一點 因為我也知道 有些人會打 80多 都會整個perfect 90多 見perfect 我覺得 有些人說 都算可見 其實有些歌 我自己覺得 是不奇怪的 有時候是 嗯 沒錯 他現在 其實功能上 都越來越更新 由一開始 其實他想 以Potetiva END 那時候 那個 介面 他也正在更新 由一開始 當初 香港引入 都是2000年 開始 211年的事 然後到現在 他慢慢更新的形式 都改變了 由一開始 會更新 跟日本那邊 可能會遲 一兩天 那現在 甚至可以做到同步 那 都是近這一兩年的事 他也是傾向網絡更新的 還是做這個 不是 現在不是 還是要入碟 不過他 Siga那邊 就真的 在這一方面 其實他是 下了功夫的 相對比之前 我們等新歌 都要等一個禮拜 好像去年 我們就像去年 開始正式 兩邊一起同步 其實都很令人 我們都會覺得開心 即是他肯 關注我們 海外那邊 的朋友們 對 因為很多時候 日本人很少 罵他們 說 日本人是一本市場 就不太顧海外市場 不過街機都會 吃到多少錢回來 Sega 都靠這遊戲 賺錢 所以他都很關注這些 應該是 但是我會比較好奇 就是 唯一是玩開音樂遊戲 的人會不會覺得 這個音樂遊戲的設計 是有點奇怪的 其實當初會 我覺得會 因為 以一個最主觀的形式來說 音樂遊戲應該是跟節奏 但是 Diva 不同的是 它有跟節奏 有跟歌詞 所以這兩下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你跟歌詞打高 不就變成了 本末倒置 我當初是這樣的 但是 我也是為了打高 所以 基本上 沒有什麼所謂 我個人來說 你可以看到 VGA的歌 其實 唱歌的歌者 本身節奏很快 所以 歌詞 可以成為節奏 那些音樂 還有一個 新手 可能會比較辛苦 就是 大家看的譜 因為有些 據我所知 有些玩家 可能是 有些玩家 可能是 有一個 比較困難的 就是 音的譜面 不是在一個方向 而是在多方向 這個 其實 我自己 都會覺得 有點不太適應 那 其實 可能要玩得多了 才會上手 至少我自己 玩音遊戲 Jubi 整個畫面 都是在玩 Nokes 但是 你玩音遊戲 都是一條 音符 好像 Project Deer 在不同的位置 出現音符 就會很辛苦 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辛苦 就是 那四個 這就是習慣的問題 你想想 其實Project Music 都是七個 顏色的 但是 Project Deer 直接套了三個 圓圈正方 交叉 套了四個 鍵 一開始就很不習慣 那三個正方 圓圈交叉 怎樣按 所以 演變了不同人次 有不同的手勢 可能兩隻手在圓圈交叉 然後另一隻手在三角形 勝方 甚至有些人是單打的 因為有些歌劇很快 很密 可能就變成了兩隻手 打一同一粒 的情況 兩隻手同一粒 對 即是要連打 對 就像某些很癡線的 表女 套法 就已經出現了這個情況 Extreme Version 有些難度 比家用版更密 嗯 原來是這樣 而且 Project Deer Arce 它本身 Mode Mode 那方面 其實也跟 某些 Event 上也有一點 關連 好像 有定期上 每個月都可能會有比賽 有些Contest Mode Contest Mode 通常都分三級 有時候 不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 有時候 應該會出超級 超級 上級 怎麼打呢 我覺得沒有一段 但在這些Event上 其實也有時候 可以吸引到 玩家上面 去玩 而有時候 有些Event 例如 初音彈身制 然後 Luca彈身制 有些會有額外的 bonus 會給你更多 點 也會有這個情況 而且 本元卡 這方面 也可以吸引到 如果你想買一張卡 可以幫你 喜歡的人物 去儲存 模組 就像剛才 剛才說 幫卡圖 加上泳褲 這些情況 幫他換裝 幫他換裝 這方面 有幾個方式 一是用point 買 一是打比賽 打比賽 每一級 都會有個 價限數 可以有一個額外的 而那個 系統 通常 系統 系統 不能買 但是 近來 會把舊片 放出來 可以買回來 而 剛才 初生收益 也會給你 近一年 幾年 才會有 但是 在 使用權限上 那張卡 你需要 打十次 才可以開到 那張卡 你才可以 上 他的網 用權限 要不然 就是 權限未到 期前 用十分 去買回來 其實這個是 我們 吸引到 我們玩的 其中一個重點 因為其實 他的 利用權 功能上 就好像 Konami 那樣 把所有功能 全部解釋出來 其實 一來我們可能 省錢 不用為 這件事而 煩惱 寧願 我多打幾次 拿多三十天 這些服務 其實 你有這個服務 你的感覺上 玩法 是可以差很遠的 還有 他比Konami 這個計法 就是不用錢 但是會令到 你打多了 間接 你不會一個月 我一個月都沒有玩 但我一個月玩了 就算 雖然 Difadda 你可以用錢買 不過是不會建議的 即是 你還要玩 對 你還要玩多幾次 而且 我相信 不同地方的街機 有多少錢 你可能這樣計法 而且它是付費的方式 是問題 即是 只要你多玩幾次 就得到何耐而不為 Siga 所有 Siga 各地的音樂遊戲 都是用這個方式 嗯 對 而 在更新上 近來 都算是貼近 現在 在VGuard 那方面 都算是貼近 而且 在不同 因為Pojetiva 有更多不同的遊戲 例如 3DS的Pojet Mirai 接著 接下來 PSV的 Pojetiva F Pojetiva PSV版本 也有些歌曲 會移植進去 好像 哪一首呢 不是 Luca和Miku 那首 Dance Wor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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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首 以這個來講 就是移植 我相信 有更多歌曲 會移植 還有 他今次更新 我們在講 最近 他選了一些 真的很新的歌 例如 他剛剛出了 兩首歌 其實是 VGuard 一首CD 剛剛同一天 開始有得買的 那這個 其實他開始 真的貼得很新的 有健身女手 對 更新開始快 因為他看到對面 他好像 Kolami 好像在救 其實也是一個良性發展 令到大家都要多些新歌 我記得 前幾年 一直打來打去 也有幾首歌 一直打擊就 那些 幫我唱這首歌 挺滿意的 而音樂Game之前 也有提到 有一個良性競爭 即是大家有鬥高分 而在近半年至一年左右 才會加入了 Lago 那一首歌 那一首歌 你設定了 你 是我的 對 這樣就可以 鬥高分 那一首歌 你多少分 我多少分 那大家就可以鬥了 就像你玩Dubic 那樣 你可以看你朋友的分數 然後你就可以 玩進去 對 對 如果 除了Segar 除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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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遊戲 香港是年尾出的 9月 我們說的就是洗衣機 買買買 雖然我覺得比起洗衣機 有更好的形容是抹槍機 不會出水的 洗衣機 這首歌 我會給我形容的就是 僅似於Dance Dance Revolution的 羞恥 器 那它 它 你可不是說青春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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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恥 它機的設定 就是 你可以想像它 真的在洗衣機 那樣 就會有個圈 那圈上面就會有一些按鈕 那你就要按圈上面的按鈕 去 讓它 讓它在中間飛出來 按到圈邊的按鈕 就可以獲得分數 那 我覺得 這首歌 它打一首歌 很多時候你就會看到 它左右手 身體就跟著 那部機的按鈕 那你就會看到 其實好像跳舞一樣 這個不是它折扣完夜的嗎 因為我記得它是可以 放片照片 其實是 放片照片 Niko 那樣 所以 可以玩東西 哦 因為你有影片拍 那些人 未必真的會玩 可能是純粹 看到有 可以拍片 那你就馬上做 鬼買東西 譬如 我們 在香港 我們有一個玩法 就是運動會 這個是 最初 在日本的原意 日本的時候 玩是怎樣 就是 我們看到一些音 這樣飛過來 我們是看到一顆 類似星星 就是我們要掃的 那我們掃一個 或者掃兩個 通常掃一個 就轉人玩 例如 我們有兩個人 三個人 玩兩部機 首先 一開始 一個人是左邊 一個人是右邊 如果 看到我們一顆星 掃完之後 我們那個右邊 那位玩家 就會移到左邊 然後 排隊的人 就會 進去 交替式 不過 當然 如果說 一些 簡單的 好像覺得 沒什麼趣味 可能會這樣說 因為 唱得比較少 譬如我們 紅色 有些歌 有些歌 一拍 已經要掃一兩顆音 換到我們 走 走 走得很累 這就是一個難度 還有 另外一個 我會看到我的朋友 拍片上去 另外一個打法 就是 你打到好像跳舞 通常會有兩隻手在一邊 如果有時候 按螢幕的人 就用一隻手按 但他就會 找兩隻手 好像跳舞 你會看到 玩這個遊戲 其實是很有趣的 他就 要求你 用身體動作 去玩 體感 類似 因為他一開始 宣傳的時候 找到Niko 很出名的舞蹈員 回來玩這遊戲 玩得很高興 很開心 就是宣傳這遊戲 因為他的機能 就是你可以拍片上Niko 所以你有時候會看到 為什麼 你一場是在玩 但二場是不能玩 就是因為他要拍片的 那個位置 你不可以兩個一起玩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我給你一個 創新的玩法 好像 不單是玩他們的音遊戲 而是你 在玩整個 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去再發揮 我覺得 多樣性會變得多了 還有 還有一件好處 就是 他不像KONAMI 你不會玩完 之後 失敗 收工 不能玩 MIMI這隻 是你 入了 5-6元 是 無論如何 你也有三首歌 你也有三首歌 對 他有刺激 是有刺激 和失敗 但是 他的規定 就算你 不管是什麼 我當你拿0 也好 即是一分都拿不到 他是不會剪歌 他不會讓你無法玩下手 他只會繼續讓你去 還有他更加好的地方 就是計成功 如果三首的成功 都超過 他還會獎多你一首 這個就要看某些機譜 的設定 因為有些機譜設定 是沒有的 但有的你就當成功 通常就有的 大部份都有 大部份都有 相對來說 你就沒那麼大壓力 你可以玩多一首 如果你玩得好 你還可以獎多一首 你可以這樣想 那你可以玩最難的首歌 最多和才玩 對 不過這個通常就可能 這個好處 我想他的好處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玩音樂遊戲 就怕失敗 或者拿不到分數 就玩不到Bona Stage 所以有些歌 就不會玩 玩一些比較容易的 對 這個問題是 我們都會 有些會不敢玩 對 反而那首歌 你很少有機會玩 那你現在玩Mama 就可以玩很多的歌 其實Mama 我會傾向 多 我覺得多些人 就不是玩推分的 就是玩 你看到有人跟你一起玩 其實都挺開心的 一起玩是開心的 對 最重要是兩個人 看著左右兩個人 一起玩 你看那個旁觀的 又開心 你看別人玩 自己玩的都開心 我看過那些情侶 玩得很開心 還要放光 不知道玩什麼 對 不過叫後話 對 對 不過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我自己玩過一次Mama 一來我看到 原來它的按鈕 就是有一個實體按鈕 還有一個touch screen 它是兩個按鈕 都可以按的 即是你不一定要按實體按鈕 但一件事就是那個星星 剛剛說到 那個星星 你要在那個螢幕上掃 才可以看到 滑窗 不停地掃 但Animation好像是很慢 我覺得 要看歌的節奏 有時候要看歌的節奏 有時候要看歌的節奏 我這點是要說 那顆星星的原意是 你先按鈕 就是後數 噢 這個就是 其實它後面去到後期 一些十顆的泡面 是會 你按了一顆星星 後面還有一顆 然後再按那顆 才開始拉 對 有些歌 譬如有顆星星 你按完之後 它不會動的 它是一動 就動到馬上下去了 噢 所以才會那個Animation好像很慢 對 因為它要一次過那麼多 還有看有些歌 有些歌 它本身有一首慢歌 你可以看到那顆星 可以慢到 是 窩牛 那一隻 噢 你是跟著它 對 窩牛的 有一首歌 我可以這樣說 一個節奏是要浪費十秒的 它那個顆星是動十秒的 噢 Connect的尾那個顆星其實也挺久的 噢 那我已經不算久了 現在有一首新的original 它是 就是 我們 我們 就是 布仔衣機兩點鐘方向去到十點方向 它是行十秒的 噢 好慢 好慢 兩點鐘方向去到十點方向去 其實不是很近的 其實 四分一個圓 對 但是它是行十秒 我有一個同一個朋友 真的 我試過 我們去後面 唱錢 哈哈 等那顆星 對 我們等那顆星 我們每人拿十元去唱 噢 我比較想問 那顆星是不是 你摸著那顆星 這樣滑過去才行 要看個別歌 因為有時候 你要跟著它的速度 慢慢掃 才會得到 像剛才說的那首 如果有些 例如 剛才說Connect 其實就是 你只要最後 你跟到它 什麼時候完 基本上 你可以拿到一個 高的分數 拿到JUST 對 有時候不用跟著它的速度 對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 好像打得很辛苦 就是那顆星 那顆星 對 而且有些是陰濕 我可以這麼說 還有一些歌 好像《最新有首十》 原創 就是 它的星拉到 就像你斬人 你是不是說 最近加個首 那首 我可以說一點 其實它是一個 arrange 其實那些歌 全部都是出自在 世家的 遊戲 我看之前有 貼音鼠 對 是貼音鼠 就是世家的 例如剛才所說的 最新歌 有一首 不是私家 是title 其實是一個 combo 合作 我不說那首歌 那首歌 其實 好像 為何有些人覺得 很一般 可能 未必 聽過 其實它是出自 一些 遊戲 音樂 音樂 可能是有時候 沒有那麼出名 或者 比較舊 對 因為很舊 百多年 九頭 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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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有些歌 真的很舊 但是 它有些 套餐出來 其實本身的歌 可能不太突出 剛才我們說 最新的一首 十年代 那首其實我覺得 是套餐出來 是不錯的 真的 這是真心的 我現在看到 這幾次更新 也開始導入了 一些 hardcore的元素 它就會開始 好像 有人形容為 像是切菜 像是大刀大刀斬下去的 猩猩 或者很快 有一個 軟圈的 大一粒 掃圈 都是一些 不錯的元素 可能你玩一些 舊歌 我開始覺得很猛 好像你快了 你個人強了 的時候 你就可以玩一些 比較有趣的 或者怪異的 高一點的歌 它會開始出多了 所以我有一個疑問 大家覺得 這首音樂遊戲 會不會太過 不hardcore 所以 好像對一些 玩開音樂遊戲 最初是會的 因為 其實它和 Project Diva 是姊妹遊戲 可以這樣說 對 因為它最初 就是想吸引 多一些 人玩 當然是吸引自己 玩開的 我記得有很多 Diva 人轉去玩 它因為有一個 catalog 是裝了初音歌 對 我看到 對 我看到 對 對 因為 卡的關係 兩邊 Polediva 和媽媽 那邊的機器 亦都可以通到 亦都方便了 Polediva 打的人 亦都可以馬上走過去 打媽媽 又可以 好像你打Kolami 已經有 Amusement Part 可以連身一個機器 即是你可以打近PDA 的時候 把蚊外賣買到近幾 然後又沒有跟 那邊 要跟不跟 再跟進去 哦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 可以說 SEGA級立 這個街景市場開始 會有這些音樂劇 也是一個慢慢多的音樂遊戲 我們可能 音樂劇應該是七七八八 我們還未說的 太古 不過太古就是 很無奈 很久都沒有更新 是的 希望它快點更新 他出完亞洲 其實我見過 他給了一些誠意 去做的 好像亞洲版 但是去到近年 可能 我不知道是機器的 硬件問題 或者是 維修費太貴 或者是其他 或者 可能 他見到他更新 都開始少了 因為我好像 看到 新太古好像 是要整部機 進去的 因為新太古 是要上網 就好像 以前沒有卡 那些東西 現在新太古也有卡 有save data 所以你一進去 就進去新太古 最初 官方就說 因為那張卡 現在就沒有那麼多人用 即是不見我們用 其實 但是現在就 其實是廣泛了很多 其實 嗯 始終大家都想 keep your record 自己 對 以前很辛苦 對 以前我打過太古 我都要拍照 拍照 拍照 有些 即是機器 很壞不壞 就是 他不讓你拍照 我們都 我也見過 這個情境 覺得有點 不太方便 對 如果有朋友在一起的話 那朋友偷偷 朋友可以幫幫我 偷偷地拍照嗎 我難得打到鬼 這樣 武陶沒有真相 又不行 沒有 武陶為證 都不行 對 所以 看一看 太古其實都很紅 但現在沒有新歌 看到沒有什麼人玩 很冷清 可以叫滄海為豬 暫時在香港來說 對 我想再提到一款遊戲 就是Tynica 外D Jmask的機器 這款Tynica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 他會有兩版 上下兩版 他由左到右 上面那版 左到右的時候 就會由下面那版的右 到左邊 然後如此類推 這樣循環 這個遊戲的特色 就是他很多韓國原創的電子音歌 他本身的難度雖然不算低 但是他也可以吸入了一些 很喜歡聽Remix歌的人 但他其實覺得 那個譜面也是有 Jubbit那種問題 就是你會把手遮住了 那個譜面 那他那個設計原理 其實真的好像 DJ 就是好像Max 在混音一些歌 就是有些Hold 或者Shift 這樣按的那些 就是你連按 有些就是拉 有些是Hold 那他也有他自己的特色 那我就覺得 如果他作為一隻音樂遊戲 那他相對其他音樂遊戲 他會有自己的不同之處 其實他也是扣血制的 是啊 扣血制 其實他最難的 就是他的設定是會有不同的 每一關 可能他第一關就扣血 扣少些 第二關就扣多些 最後那關 最不吃就死了 哦 就是他 他的難度高就是在於這裡 而且他會有些十一類的歌 相對來說是很難的 因為他比其他歌 因為他也是在螢幕上 就會變得很密 一大堆有人稱為 紅豆海 那樣的東西 看出現的 很多紅色粒粒的那些 是啊 因為你一開始 其實我沒有玩過 但我看過 我覺得很不習慣的玩法 就是那條線去到哪裡 你要按那顆東西 就完全是顛覆了我玩音遊戲 不平時不是這樣 是那東西彈出來 然後我按 就是那條線按 因為玩法很不同 是很不同 所以這個是有些比較 不同的音遊戲 好像都有更新的 我保持著我 是啊 現在其實有 不過好像又是少了些人玩 是啊 其實都算是Hardcore的遊戲 哦 原來是這樣 很多人接受到 DJ Max本身 PSP那時候都Hardcore 其實因為 我剛才說了很多音樂遊戲 我們Pinami Sega都說到 那其實可能未涵蓋了所有 因為音樂遊戲有很多 但是我們珠奇街機都說了 那可能呢 都有點走馬漢花 摸到深入這樣 但是都希望 給觀眾有個認識 知道音樂遊戲 現在的拍攝是怎樣的 好啦 那今天今天是 我們有嘉賓啦 這個節目都到今天 完結啦 好啦 各位拜拜 拜拜